注意看,这位美国主持人在录制脱口秀时,突然掏枪指着成龙,成龙见状一秒反应,直接一脚将其踢飞,主持人都看呆了。 这是成龙年轻时参加过的一档脱口秀节目,主持人中途突发奇想,想跟成龙切磋比试一番功夫,于是便拿起抱枕对成龙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,只见成龙轻而易举地躲过了主持人的连续进攻,看得观众们纷纷鼓掌叫好。 于是,主持人也脱下外套准备跃跃欲试,但他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功夫,堪堪躲过前面的进攻,却还是被成龙的一记飞枕砸中了脑袋,起身后主持人突然掏枪指着成龙,下一秒直接被一脚踢飞,主持人当场就看呆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